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上課 阿sir 給我們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就是拍一張照片 我們要拍的照片就叫做Soligography 這件事其實跟Light Painting差不多 不過Light Painting就是拿你的單板出來 然後設定大約10秒20秒 用不同的燈光畫一張照片出來 Soligography就是用針孔相機放相機 然後放在一個位置 放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以日或月為單位的 就用太陽畫一條條線出來 上網就會看到有些圖是拍攝6個月的 這次Project所限就放大約一兩個星期 我們上課的時候就做了一個針孔相機 首先就要打開它的頂 用一張膠紙補補的鏡頭 接下來我們需要準備兩張紙 先剪一剪這張紙 然後用膠紙固定它 正方形這一張 剪少許邊令到它更加像一個圓形 然後就用膠紙貼蓋 罐上面刺到洞 然後用膠紙貼緊它 入相紙這一步要很快的 旁邊要在洞這個位置 記得然後用膠紙封死它 不透光不透水 然後就找位置 香港地你放在公眾地方是很容易被人拿走 所以我決定貼在家 我的房間是望天井 所以我就要借弟弟的房間看外面的景 這次設置這部針孔相機 我就想了幾個因素 室內還是室外 公共地方還是私人地方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設置 哎呀 有個因素漏了 包括相機是不是望東西面 望到太陽 那我就打算貼這個位置 給針向上一點 免是拍得太低 但又拍到旋風 而且要方便我撕回針孔 貼的時候也要小心一點 輕手一點 免是弄一顆一半 當然要拔上針孔的膠紙了 那我的針孔相機就已經設定好了 它大約看著就是東北偏少少東的方位 因為貼在窗戶的角度也太多限制 那相機就設定完了 放幾段好呢 兩個禮拜之後 看看製成品是怎樣 經過了一個禮拜 由於貼得不夠實 所以我唯有忍痛 把針孔相機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 我也順便拿一張照片出來 掃到電腦 看看製成品是怎樣 那首先就要拆上膠化 接著就很快速地 由針孔相機 把照片放進去掃測器 放完掃測器 我們就要掃測了 最重要是一次過 不要 preview 因為掃測器的光線 是會影響照片的 還有最重要是彩色 就算你把照片黑白 都是用彩色 可以save一下 他掃測第二層 掃測完之後 我們就用快速 把照片自由掃測 放到半導採 蓋上蓋子 那我們現在看看照片是怎樣 那隻色現在就好像 平時看出來的那些 我猜不到 他出來的效果是這麼壞 沒有啦 再設定過了 其實很明顯失敗了 因為是拍得很高 最重要是拍不到太陽的軌跡 這個人才最頭痕 那究竟我要把針孔相機 設在哪裏才做到這個 那我唯有再看看 這部相機要怎麼設 還有三個禮拜的時間 這次主要把針孔相機 向東擺過一點 找一個固定點的位置 還有黏實點 希望可以拍到一個 漂亮的太陽軌跡 畫真快又過了一個星期 那我這次也是用300個PPI 不是600個PPI 免得掃描器又重新掃描一次 拍上一張照片 這次是拍到太陽軌跡 重點是他其實是左右倒轉了 結論是沒有那條太陽光線 那其實要拍我也還有時間 但問題真的要想 那個位置放在哪裏 那我明顯家裡已經做不到效果 我只有單面的景 但是擺出面的要放在哪裏呢 天台未竟不可的 但是擺出腳踩那裏可以嗎 可以想一想 我如果可以找到第二個位置 擺出一部金融相機 擺出了一星期又可以拍到的 那我才做補充吧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 其實我設了相機 在這個天台到六天 那我都要開始做完一些收尾 所以我決定今天就來收攝影機了 好不幸今早竟然下雨 應該沒什麼的 老道回去最多風乾淨 這次真的完了 BYE